有時神鏡都可以 哇,看見我們很厲害 我們又回到1966年了 我們又回到1966年看看情況,好嗎? 好 我們去英格蘭 我正在說一半 英格蘭有個決賽對白衫的西德 這個球是荷拉才進入 荷拉的眉毛都是金色的球員 很肥肥的,很印象 接著又比特斯 比特斯,側下一批就回到1比1了 是荷斯來的,剛才的一個 這個又是荷斯 一送過去,接著是比特斯 這個才是2比1 其實還有荷拉的時間到手,這個金杯 誰知道西德由偉伯在遠處追回 所以要加時 很難看 完全混戰,你看看英格的球員 這個小朋友多失望 不比特斯 不要緊,始終是你的,就是你的 這球球,加明很決定性 還有 判入球的瑞士球證 在幾天前已經過世了 但當時他沒甚麼看到的 他就想問那個旁證 對,是蘇聯 對 現在吹雞懷入,這位球證 瑞士的球證已經過了幾天前 跟著是珍珠 厲害了,不要折起發 連入三個球 4比2 在自己主場 足球決賽歷史上世界盃 第一個連中三圓的球員 1962年巴西對捷克 在智利舉人 在智利舉人這個世界盃 那這一屆比你… 沒有上場 對 那時候沒有彩色電視 所以阿華平溫也有彩色 總之入球,第一個是捷克先 叫馬蘇拔斯 1比0,捷克領先 但是巴西始終有辦法 看這個球,多漂亮 窄角度這樣進入 阿瑪烈度 這個就是代替比利 都可以位置的球員 對,當年是… 不可以 過以來比利傷了之後 就不行了 好了,下半場了 1比,1比,1比 看得很穩定 遠處又一個,四號 隊長… 隊長,Sato Sato 2比1 當年的巴西隊都很厲害 這個球就放了 真的放了 太陽曬了 太陽曬了 笑得很韌 好了,華華又球,3比1 好了,巴西得到半斤 1958年又是巴西的天立 舉人地點是在瑞典 你這次雖然是黑扮片 但比較容易看 那一年是比利第一次 打世界杯的決賽 17歲 是的 你看,當時的樣子多亂 好,首先尼康姆射入 1比0,瑞典 哇,主場很開心 1比0 接著先看看 打送出來 門前看到華華在這裡 1比1追成平手 接著仍然是巴西的攻勢 這次入球又是華華 2比1 比利這個球厲害了 哎呀,真厲害 鋒芒不老,那屆比利 3比1 剛才的球好像是阿樂踢明星隊 接著入球這個是薩家露 即是現在巴西隊的教練 稍後大家會看到他,薩家露 4比1 瑞典仍然是… 想追回的 接著讓西蒙遜追回一球 4比2 但是17歲的比利最後入球 也完結這場比賽 打這麼多屆的決賽 最多入球的決賽就是1958年 瑞典舉行的這一屆 但是總共有七國 1954年就在瑞士舉行的 當時的決賽就是德國對匈牙利 在初賽的時候 匈牙利曾經大勝德國的 對呀,贏了8比3 在這場一開始之後 普斯卡斯也是入了一個球 匈牙利1比0是先領先的 接著龍門甩手 益了這個沙普亞 石成2比0 哇,你看他的樣子 當時匈牙利是歐洲全勝的 但是德國隊始終都是戰術厲害 對呀 同時球員的韌力 球員的韌力真的沒得商量 摩洛先追上一球 在較外的時間 完全按著匈牙利打的 接著賴欣追上一球 2比2平手了 緊張了 最後賴欣再入這球 結果這場比數就是3比2 德國是反敗為勝 擊敗匈牙利奪取世界盃的 好,我們仍然帶大家來到法國球場 今天看看氣溫暫時 暫時20度 相對濕度60%的風速來說 是50公里的 好,我們先去廣告 商議廣播 九八世界盃烈強爭霸 即將會贏 看見有甚麼合心的 那個手是,這件也是 麵啊,全部都是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原來太陽武功這麼厲害 我們是第三隻手 重… 陸頂記,明晚7時 無線世界盃 虎波膽遊戲 打通,這個電話號碼 猜中 哪一場球賽 看得到哪一隊勝出的話 就會得到… 巨獎分 隨便中一場就行了